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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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叫一个函数 然后 他接下来加8 加8的话说明这个函数 现在有 有两个这个 有两个参数啊 一个是这个push的 一个是这个push啊 也就是这两个push是他的参数 说明这个函数有两个 有两个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又是干了些什么 这个参数呢 又是一个for循环 大家看 说明说明这个 这个程序现在已经很明朗啊 总结构啊 也就是说 这个man函数当中呢 先先初始化了一些这个值 然后呢 调用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动作呢 是进行这个 笔大小啊 笔大小 然后返回最大值啊 就这样的动作 这个大家说啊 那你还没汇变 你还没写穿 你怎么知道他就是这样子啊 那么你想想他这已经是 啊 2345等等这样一大堆数字 然后他就调用了一个函数 然后呃 这个函数的动作呢 一个是传入这个 然后又传入了这个 从二开始啊 二三四五往后 往后进行加 那么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他不就是进行比比他们这个数字 还那么大小吗 那肯定是这个值就到最后返回 EAX就是携带的 携带的就是他的这个返回的大小啊 那么大家看这呢 就压入了EAX啊 压入EAX就是 呃 这个EAX不就是他的这个最大 最大值吗 这很简单啊 反函数的返回都是用EAX进行返回的 当然也也有这个用EAX进行返回的啊 那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啊 呃 大多数都是函数调用返回值呢 是用EAX进行返回的啊 啊 这个就不用印他了 他就是用这个字符 太屁了 嗯 这个大小呢 是C个 也就是12 C个 不好意思 我咽咽 我们把这个抄下来 234 2345421 2345421 然后 2345421 23啊 X B0什么呀 啊 241和1B啊 241和1B啊 241和1B 这能用大写就直接让用大写啊 操 好了啊 这样的话 他就开辟了一堆这个 呃 一次节的这个输入 将这些值呢 全部放进去了 然后呢 他就压入了啊 push了 这肯定是在调用这个card之前就push p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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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地方是取了一个数据当中的值啊 也就是取数据手地址啊 数据手地址 数据手地址就是VCRC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他其实就是调用了一个函数 这不是这个函数呢 是什么名 是这个啊 嗯 哦 刚才没复制上啊 我这个键盘布局有点问题啊 他妈说 这个IBM是什么 人体力学啊 立个鸡巴蛋了 老师让我按错键啊 那他这个可能是个函数啊 那么这个函数 他又是什么值 我们等一下再说啊 这个地方返回的是一个int型的啊 他所调用的这个值啊 传递的参数呢 呃 一个是他所自己开辟的 这个11啊 嗯 push11 然后呢 传递这个 这个11啊 这11是哪里来的呢 11是哪里来的 应该就是他的这个长度啊 应该就是他的这个长度啊 应该就是他的这个长度 而这个函数我们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长度 我们可以来到这个他的参数当中 看看他的这个是不是压入的是长度啊 是不是压入的长度 不是 VAR ARG4 ARG4啊 大家看一下ARG4这个地方 ARG4呢 他在进行和ECX比较 那么ECX明显是这个FOR循环的技术啊 这个技术 他进行和这个ECX比较 就是说啊 看看他的这个长度有多少啊 呃 如果说这个长度没了 那他就不循环了 如果说长度还有 他就接着循环啊 那么这个ARG4呢 就是他的这个参数的第二个 这个很简单啊 当然说你不清楚这到底干啥 你可以照抄啊 就是就压入11也 也是可以 因为你逆向嘛 你就直接就在这段啊 就压入11也是可以的 或者说你这让传递个参数 在这个地方来写个11 也是可以的 或者这一段 或者这一段呢 用纯汇编实现啊 都是可以的 嗯 那么汇编呢 课程当中我们在讲汇编的内容 那么不要串了课啊 这地方呢 我们已经大概猜出来了 他是 呃 压入的呢 是 啊 是他的长度啊 第二个参数是长 呃 push的第一个值 他是从最右边进压站的啊 所以说他这个地方应该是Lens 啊 长度 看到肯定是传用的一个长度 那个长 长度的话啊 呃 我们直接啊 用sizeoff啊 就可以求得这个数组的长度啊 求得数组的长度 好 那么呃 大家又要注意这个地方啊 他又push了eax 而且啊 他传入的是这个数组的这个手地址啊 数手地址 我们知道数组手地址并不是这个R 而是他最大的这个才是他手地址 他是倒着来的啊 我们这个之前已经讲过了啊 所以说啊 这段直接就传入数组的这个 这样就可以啊 直接传入这样 或者是直接这样写就行了 啊 这段写 啊 那么他将这个值呢 进行了一个这个返回啊 返回贼给某一个值啊 嗯 呃 返回给一个什么值呢 看这好像在没有开辟什么啊 C完了之后 没有没有进行开辟什么 而直接用了eax eax 然后返回 eax 然后返回 哦 哦 知道了 那么他是 呃 用了一个 变量啊 用了一个变量啊 然后进行返回 只不过这个变量啊 他是呃 用 靠完函数 然后才进行啊 直接返回到这个集成器当中的啊 就靠了一下这个值 然后直接又返回到一个eax 这个eax 其实就是呃 就是我们这个 一个一个变量啊 一个变量 那当然你就直接这么写 是没问题的啊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地方eax 我能确定他就是 他就是四字节呢啊 啊 因为大家知道啊 这个进行压占啊 进行压占 他肯定是以四字节进行操作的啊 你不可能说我压入两个压入两个 这个字节啊 压入压入这个一个字节啊 那是不可能的啊 那么他只能以四字节进行操作啊 这个是我们这个汇编当中的基础知识啊 那么 这个以前我在汇编当中也讲过啊 当时那个 那那那套课程跟念书似的啊 但是就是因为念书啊 很多人就不愿意听啊 不愿意听 他现在基础就比较薄弱啊 那么这个地方 咱们可以这样写啊 这个函数这个参数你可以随便定义成什么名字 这个地方咱们定义的是 恰恰来行 恰星 不就是恰 这个地址应该是传说是恰星 因为这个他要传递一个这个地址进来啊 否则的话 如果你光用恰是不行的啊 那么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最早应该直接定义为BIT是最好的啊 那么BIT就不存在这个到底是使用BIT星了还是BIT什么的啊 那么这个地方咱们用这个这个参数名称我们可以不定啊 当然电话也没关系啊 那么这个地方咱们就定义为 呃 Air 数组啊 传入了一个Air数组 这个Air数组不就是它吗 然后呢 这地方就传出一个大小 那么这个大小是 Sideoff啊 那么求得了它的大小 这个地方我们就传递一个Int型 Sideoff返回它就是Int型的啊 嗯 这儿啊 这个咱不能用这样啊 因为否则的话它就会重叠的 咱们这地方就用这个Int Lens啊 就行 然后就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动作了 是进行 取值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是呃 在这个当中啊 它是有一个-1的啊 它这个变量有一个变量是-1 EBP什么24 这个逆向啊 本来就是比较枯道乏味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说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有什么太大的成果啊 就大家有有耐心 我想这个都讲了可以要睡着了 那么这个呃第二个值啊 4和8之间差了4嘛 第二个值就0了啊 然后它就降谱了 这个大家注意啊 它这个4循环它都是这样子啊 先先一个什么 开皮一个局部变量 然后呢 降谱了一下啊 说明这个局部变量啊 是在这个4内部的 或者说是在4外部的 随便 为0 然后呢 呃 跳到这个地方啊 我们发现一下啊 他呢 进行ECX就是他的这个循环次数啊 和这个进行比较 也就是说啊 求得 这个ARG的4 用这个值和他进行比较 看看这个谁是大于等于啊 Great 呃 这个ECX就是大于等于啊 大于等于 这个大于等于也就是说 看看这个呃 全局的这个变量 它是不是大于等于8啊 大于等于这个局部变量 我们来写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写的吧 条件呢 就是这个Lens啊 他只要大于 等于 咱们这个 V8啊 那么就 怎么样啊 加1啊 来下来就看到这样加1 对不对 这都咱们都有经验啊 就这样的 他就是这个值啊 进行加加 然后呢 他从全局变量当中啊 取地取这个值 放到EDX当中 然后进行 呃 相加啊 和这个局部变量相加 加完之后 然后再放回到啊 取他的值 然后再放回EAX当中啊 用这个-1进行保存 然后呢 跳回 我们通过这个动作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个值啊 从这个当中取出来的这个值 手地值 EBP加A0的话 手地值 手地值取出来之后 今天 和EDX现在相加 嗯 这好像是求他们的这个总和了啊 要向他 求他的这个总和 注意这段代码啊 就很有点莫名其妙啊 那么他是取了这个数组的手地值 然后又再就数组手地值啊 基础啊 又加了个这个 偏移啊 这个V8偏移 那么这不就是咱们之前看到的那种数组取 有点那种像那种数组取的方式吗 比如说啊 我这里写出来啊 啊 他这段就有点像是这个样子 EBP 加了个 XXX 然后他又加个XXX 这个不就是对数组的访问方式吗 尤其对结构的这个 结构的或者数组的访问方式 都是这个样子的 加加加 然后又加加加 他只不过在这上又变成了这个样子 纳闷了 这个 他为什么会这样的访问呢 这编语器优化了 有时候结果 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那么都在EDX的基础上进行 这样 这样加这个值 EB0 那么就是手地值 EBX EBP加8 他就是这个样子 就这样子 所以说他还是对这个值进行复值的 我看啊 加完之后 EDX 然后将EDX值取出来给EAX 那么EAX不就是咱们这里说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EAX是什么 EAX不就是咱们这个值吗 就是这个VAR4 VAR4 EAX 在这里呢 这个EAX 这是ECX EAX EAX在这个地方 他对V8这个值啊 其实就是V8啊 这里了 传送给V8 这个值 这个看了 我有点晕头了啊 这代码稍微长一点 就感觉有点 有点 很难一下子讲解清楚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 加8 这个电话还是可能是对的 然后放到了EDX当中 我们这先一步一步写吧 Compare 然后JL1 这应该又是一个EAX语句的判断 这个值加V8 也就是说他对宿主的访问 这就是他的参数 V8就是他的参数 然后呢 JL1 这个V4 V4就是这个 再看他是不是 什么呀 小于 等于 小于等于 也就是说 这个后面就指 是不是 我看看 后面的 这个值是不是小于 也就是他大于 大于他 当当这个值大于V4的时候 那大于他的时候 就这样执行 执行什么呢 一个降不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从0当中取值 然后呢 又进行加8 然后 就对速度访问方式 然后又把他这个数 数值加完了 值放1DX 然后传送到数 这个值当中 那就是将这个值 当为容器 容器啊 然后呢 将他传进去 然后呢 跳环回来 进行加1 这个跳一个 4循环就加加了 都对了 然后 然后这种就是 Return Return什么 这个V4 就是他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返回 返回之后 一直在执行这个 当他条件不满足的时候 他就往这块执行了 返回就是V4 这个值 pop 放到EAX当中 直接进行 这个Return 至今Return 在这个位置呢 就打印了 是 这个V4 打印了 是EAX 因为EAX被 放回 放入这个当中 好 没问题 运行一下 大家看到了 也是44 只不过这没换行 是吧 44 说明咱们这个 还是写的是对的 还是写的对的 至于我这个地方 一会用这个恰 一会用恰星了 这个 就是因为我这段 没顾及到 这个返回的是应该 我们这段 早知道就应该用 用这个Bite 用Bite的话 我们这来写一下 这个地方 要是用Bite的话 就咱们这就简单多了 那么这要用Bite的话 你知道必须要加石油进制 加0X这个符号 但是这些值 我们以Bite操作 最好是写上这样 可读性更高 如果这是Bite的话 那么这块就是 不用传递 插星了 只要传递Bite 就行 因为我们这次放 这这都是都是对的 Bite Bite 其他都对 咱们就直接这样编译 有十个错误 这么多 没有定义 我说过这条要用到 要用到这个DF 呦 问题上 一个错误了 这个是我 这个工程设置的问题 咱们之前把这个设置上来 它怎么又下去了 这样热了鬼了 我吵七个错误了 这越来越多 没准备 没准备 include 这什么问题 missing before 缺了分二 这个地方呢 咱们少了 找了一个地方include 这样行不行 有三个错误 他说这个问题 那么还是这个地方 他必须要传递这个新号 我这样又说错了 这个地方其实你可以 在这加上这个方括号 那么就千万你不用加新号了 那么这样的话 他传递出来的只是正确的 这个还是没问题的 运行一下 卧槽 这样成204了 啊 就搞出了个bug 成204了 这个问题的修复啊 可能出现在这些这些上面啊 肯定是在这个方形的内部啊 要不然他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啊 这记忆就是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的时候就做了这个动作啊 嗯 嗯 做了这个动作 然后 啊 小于等于 大于等于 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是多少 如果说是这样长一长度 如果是万一大了之后 这个循环也大了 那么就等上去看看 啊 啊 这个就出来了啊 是44啊 44 那如果说啊 我们为什么这样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了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我们这如果说等于的话啊 那他这样是以byte进行取值的 对不对啊 那么他是以 以byte进行取值 是一个字节 对吧 他以四个字节进行比较啊 那么这个值肯定是200 255啊 这个值如果是 啊 负1是ff 一对f啊 那 这个地方取出来的是 byte 而这个地方咱们用的是等号进行比较的 不能等于 他只能小于啊 不能等于 因为他这样不可能等于 除非是你在这个循环过程当中啊 遇到了这个200 比如说204 这样的这样的数值 然后他就正好是 2 然后有一个值啊 正好构成204啊 正好是204 或者是203啊 什么等等啊 正好构成这样的值 那么他就 直接将这个值进行输出最大了 所以说咱们真的不能进行等号 因为这两个一个是byte的 一个是这个int 分子啊 你看一下这个值啊 咱们这两个变量类型都不一致啊 不一致 咱们当然咱们是为了逆向 我建议大家 那还不如刚才用咱们这个这个 这个chart呢啊 用chart的话也也挺也蛮好的啊 好了 那么这个bug咱们就排除掉了 排除掉了 那再看一下44啊 好那如果说你在这上加一个 比如说这个321呢 啊 当然他这是以byte类型 大家注意看这啊 还是无符号整形 必须要定义成这个样子 32 那肯定是这个32打了啊 32就是50 这50啊 转向16进去32 对的啊 他就求出了最大值 不管你把这个放到哪儿 就算你查到中间 这个 45 45啊 其实就69 69 好 咱们本节课听一下吧 就讲到这啊 这让大家正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啊 不是我就说 纳了闷了啊 这位怎么回事就成了 呃 那个样子了 就出了问题了 嗯 正好让大家意识到一个问题 啊 本节课呢就讲到这里啊 啊 那么谢谢大家啊 再见